感谢你们的支持 妈爹讲故事满三周年了 那么华宝要特别跟你分享 妈爹讲故事2.0官方版的APP 已经隆重上线 邀请大家可以马上下载体验 新的APP呢 有更完整的故事分类 更贴心的播放功能 还有限时免费三个月的 妈爹小知识 每天都有新内容可以听 当然了 也有最新上线的恐龙小学 原创广播剧 快下载妈爹讲故事2.0官方版APP 让华宝给你最好听的故事 先渡瑞拉是一个善良的女孩 她出生在一个商人的家庭 父亲经常去远方做生意 先渡瑞拉的母亲得了重病 看到母亲痛苦的样子 她的眼眶常常带着泪水 先渡瑞拉承担起照顾家庭的重任 每天五点就起床了 她熬药 做饭 砍柴 母亲的身体 一天比一天虚弱 经常昏迷不醒 她临终前 把仙德瑞拉叫到自己的床前 仙德瑞拉 你是个孝顺的孩子 妈妈上天堂以后 会永远看着你呢 母亲去世后 仙德瑞拉把母亲埋葬在花园里 她几乎每天都会去花园 给母亲扫墓 她常常双手合十 对着墓碑上母亲的画像说话 妈妈 您在天堂还好吗 希望你再也感受不到痛苦 像墓碑上的画像一样 永远挂着微笑 几年过去 仙德瑞拉长成了一个美丽的少女 可她的眼神中 总有一些哀伤 也许这是她年幼 失去母亲的遗憾所导致的 仙德瑞拉的父亲 经常去远方做生意 她自己在家的时候 感到很孤独 每当她感到孤独的时候 就会来到母亲的墓地 对墓碑上的画像说 妈妈 如果你在我身边 就好了 有一天 爸爸对她说 仙德瑞拉 爸爸将要和一位女士结婚 她有两个女儿 比你大一点点 你说 怎么样啊 仙德瑞拉非常懂事 她张着大眼睛 太好了 您常常去远方做生意 有了新妈妈和两个姐姐 我以后再也不会孤独了 爸爸脸上出现了微笑 他捏了捏仙德瑞拉的小脸 那么 我出门的时候 帮我照顾新妈妈和两个姐姐 打勾勾 打勾勾 一百年不变 哎 仙德瑞拉是个不幸的孩子 她不知道继母和两个姐姐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她的两个姐姐外表美丽 内心 却不怎么善良 他们早在搬到仙德瑞拉家以前 就盘算着如何欺负这个未曾蒙面的妹妹了 大姐说 让她做所有的家事 二姐说 嗯 再加上一条 不准她穿漂亮的衣服 继母 一边给自己的脸上化妆 一边冷冷地说 我们是世界上最美的母女 那个仙德瑞拉 只配给我们生火做饭 没多久 继母和姐姐们搬来了 而父亲也很快踏上做生意的旅途 仙德瑞拉告别了父亲 欢迎起新的亲人 妈妈 大姐二姐 欢迎你们搬进来 我为你们准备了饭菜 马上可以开动了 嘻 姐姐们只是吃得一声冷笑 大姐走到餐桌前 夹起一块肉 不屑地说 就拿这样的东西招待我们啊 什么代客之道啊 二姐从箱子里掏出一件 灰得像抹布的衣服 掐住仙德瑞拉的手臂 你穿得还真漂亮啊 谁让你这样穿的啊 啊 快去换这件裙子 开始干活 季母说 好了好了好了 这些都不重要 我说仙德瑞拉 我们大老远来 不知道帮我们收拾收拾行李 整理整理房间啊 大姐 饭菜弄得不好 您多担待 二姐 我做家事 是应该穿得朴素点 别把衣服弄脏 妈妈 我这就去给您收拾行李 仙德瑞拉很快换上衣服 然后把行李拖到了卧室 打算整理一番 她心里一直想着父亲的那句话 那么 我出门的时候 帮我照顾新妈妈和两个姐姐 姐姐们看着仙德瑞拉的背影 发出了笑声 大姐说 瞧那个蠢丫头 别人欺负她 她还嫌不够呢 二姐卷起了仙德瑞拉的裙子 我呢 就把她这件衣服给丢了 让她每天只能穿破抹布 从那天起 仙德瑞拉每天天还没亮 就要起来挑水 生火 洗衣服 为全家人准备三餐 姐姐们没有因此感谢她 而是经常笑她 哎哟 哪来灰头土脸的蠢丫头啊 嘿嘿嘿 每天晚上 继母都会把仙德瑞拉锁在厨房里 不准她回房间睡觉 仙德瑞拉冷极了 只能在炉灶里睡觉 已经熄灭的炉灰 还有一些温度 可是这样就让仙德瑞拉 全身上下沾满了灰烬 不仅脏兮兮的 脸和头发也是灰蒙蒙的 于是 恶毒的继母和姐姐都叫她 灰姑娘 灰姑娘遇到这样的遭遇 内心当然委屈 但她不生气 她一直记得父亲的话 她要在父亲出门的时候 照顾好新的家人 打勾勾 一百年不变 这样的日子过了半年 仙德瑞拉的父亲 终于要回来了 她写了一封信 问妻子和女儿说 你们想要什么样的礼物啊 请来信告诉我 女孩们在回信上这样写 您的大女儿想要漂亮的礼服 二女儿想要珍珠和钻石 小女儿想要 一棵漂亮的树苗 她想种在母亲的坟墓旁 陪伴母亲 继母和姐姐们知道了 都放声大笑 她们觉得灰姑娘说出的话 简直蠢得让人无法理解 她们嬉笑着 树苗 要树苗做什么 又不能穿又不能带的 仙德瑞拉默默地离开了 她望着天空中飞翔的鸟儿 心里想 鸟儿多自由啊 我只希望树苗在母亲坟前发芽 长成大树 这样鸟儿也能飞来陪伴她了 父亲回家时 给每个女儿带来的 她们想要的礼物 也给灰姑娘带来了一棵树苗 灰姑娘谢过父亲 开心地来到母亲的坟前 把树苗给种到了坟墓边的土壤里 灰姑娘怕父亲为她担心 不敢跟父亲说自己的遭遇 毕竟 父亲每一次出门做生意 都是一年半载的 她让父亲担心 恐怕她就不会有好心情了 果然没过多久 父亲又启程到远方去了 从那以后 灰姑娘每天干完活 都要来母亲的坟前哭上一场 抒发掉自己的委屈和痛苦 她用她的眼泪灌溉这棵树苗 每当她的眼泪 啪哒啪哒地滴在泥土里的时候 树苗就会长高一些 树苗生长的速度非常快 逐渐长成了高大的柳树 一只乖巧的小白鸟 咕咕咕咕地叫着 在这棵树上住了下来 鸟儿非常感谢灰姑娘 为她提供了新家 她居然能说人话 谢谢你 谢谢你种下的树 你想要什么 我一定给你带来 为了报答你 灰姑娘虽然心里吃惊 没想到小鸟居然说出了人话 但是她的嘴角依然挂着微笑 她对小鸟说 请不要客气 这里就是你的家 亲爱的小耳朵 灰姑娘的故事 我把给你讲完了上集 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想你一定猜得到结局 把你知道的情节 来社团里告诉华爸 那么我们就明天见